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都很关注的两年的时间点 另外其实我们最近也听到很多人有在讲说 其实讲到打击洗黑钱的行为 大家是拥护的 但是如何去界定 不会导致说好像矫枉过正的问题 可能要请马上上跟我们分析一下 这里边其实也有些需要探导的地方 当然主要是制定法律法规的人 和执行法律法规的这些人士 他们去精准地把握这些东西 因为在一些具体的行业里边 有时候也很难说没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发生 你比如说今天二月份 温哥华市政府规定了 就是限制那些万元以上的现金交易 基本上你现金超过一万元 你就别来交易 你来交易你首先要讲清楚 你这个钱怎么来的 最好是你就是通过网上 通过支票 通过其他什么转账 这样的 就是说可能能杜绝一部分 洗黑钱的这个情况 因为经常讲 我们上半时也讲到 就是经常拎着箱子来买这也买那 之前会出现的这种 买房子几百万一下付了 这种情况 就是说现在所有 就是说比如说房地产这个行业 所有的经纪人都肩负着这样一个责任 你如果接受了大量的现金 未来不仅要追究那个人 可能要追究你的责任 所以就是监管 说一看拿这现金 你赶紧报告 或者要么你就对吧 你说你怎么来 你必须交代清楚 这些钱是怎么来的 那这种情况 但是个别的民众 他也许有储存现金的习惯 这个特殊的例外也会有的 就是说执法人员也要考虑到 他不是就说真的是在洗钱 可能就是多年 十几年 二十几年 三十年 他存下的一些现金 他慢慢一点点滴存下 这个你要区别对的 不能有 你可能现金多 就是洗钱 一棍子打死 一棍子打死 另外我觉得还有必要 要给帮我们华人要澄清一下 其实从这份洗钱报告中间 也没有看出来说 好像因为有很多牧区 会觉得好像看到的都是 很多是涉嫌华裔在洗钱 这个方面 那是因为我们的绿政厅长 David Abbey 从一开始 从他还没有做厅长之前 他就在调查华裔 一看这名字都像华人的 就是在炒房子买房子 他从很早开始 就比较针对华人 就是华人是不是倒卖房产 甚至洗钱 进赌场的华人比较多 这赌场就是洗黑钱的一个巨大的场所 处处 他刚开始确实是带有这样 非常有针对这个族裔 带有针对华人这样去弄 那么现在的这个报告出来 因为受到很多的质疑 究竟这华人有多少 是不是大部分都是华人 其实并不是 现在显然不是 如果是 他肯定更正正有词了 所以现在基本上不涉及各个族裔 实际上各个族裔在洗黑钱都有 但是华人也不例外 华人也有 实际上 对 另外我还想请教你 就是说在国际间的合作方面 我们看到说 其实讲到黑钱的来源 美国来源地是最大众的 当然就是说 其实加拿大 我们也有听到说 其实很多方面 包括加拿大 也跟其他国家 像包括中国在内 也都有签订 税务信息的互想 这些政策 这些方面的话 有如何更好的合作 来打击洗黑钱的行为 是 国际间的合作 非常重要 特别是加美两国 加美两国实际上 就是说基本上 就是说在司法互助 或是警察协助方面 是互相配合的 甚至个别的时候 美国的警察都有可能追过边界 对 事后再跟加拿大讲 加拿大都能够容忍 就是说加美之间这种 互相的协助 是比较长期以来就保持有的 当时和中国方面 现在当然有税务方面的互通信息 对 这些方面的合作还有加强 更加完善 当然家中关系现在稍微差一点 但是这些方面的合作 共同打击犯罪 是世界各国一致的目标 那么实际上谈到这一次 这个BC省政府的行动 因为最后一点 我还强调实际上也多少 包含一点政治的意味在里头 因为它基本上是两年要结束 就2021年5月以前必须结束 大家说21年5月 现在下一次审选遭来了 所以新民主党政府 期望在那之前审选之前 因为他觉得一定是前朝政府 做得不好把这个问题给留下来 他们留下了很多的漏洞 所以让这个黑市在加拿大 在BC省比较猖獗 那么通过把这些挖出来 那么一曝光 自由党的张三 自由党的李四 怎么怎么样 当时监管不力 说这样对 这个重磅炸弹一抛出来 可能令自由党的选情下跌 可能也是考量之一 但是实际上对普通民众来讲 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说 你政府要尽快的有所行动 去打击它 而不是说我们花很长的时间 去翻旧账 是 但是因为加拿大是一个 民主法治的政府 像这种公开聆讯 就是费钱耗时的时间 每个一千万两千万 加币完不成聆讯的 公开聆讯的 而且确实要take two years 这个时间 说非花钱耗时这样去做 但如果能够做好 那么也是老百姓的信誓 那么我们也看到在野党的 自由党 自由党政府的司法评论员李耀华 对 他刚才也有发表的一个文章 这个事情 其实自由党执政的时候 已经有些什么什么措施了 但是现在搞公开临信调查和这个 那么自由党一定配合 执政党的这些作为 对 那您觉得就是说BC省跟联邦的一个合作 我们知道在其他的议题上 其实我们省政府和联邦政府 是有很大的一个分歧的 觉得说在这个问题上 能不能采取一个比较同步的一个做法 我觉得在这些方面的合作 可能还比较好一些 因为经常表现的对抗不合作 有矛盾 是在资金的分配 或者油管的铺设 或者是环保一些项目 那这打击犯罪基本上是一致的行动 当然在时候也可能还牵扯到 因为主要是两个机构来负责这件事 一个是皇家取景 一个是金融方面的叫金融什么调查 还有报告分析中心 专门有一个叫FoundTrack 这个机构 他来和皇家取景共同来合作 那么这个皇家取景 有联邦的有省一级的 那么这个FoundTrack 也是有全国的有省里边 就希望他们能够配合好 把这个事情做好 资金方面联邦政府也有一定的拨款 对那么在联邦的预算案中间 我们也有看到 他有这笔钱来做 所以不管怎么说 有这个行动是好的 这个心愿也是好的 我们其实是希望说 不单单看到的一个报告而已 是希望真的能够采取到行动 能够真的是能够图立于 我们加拿大本国的国民 也能够洗清掉我们加拿大 特别是BC省成了洗钱天堂 这么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影像 对好 今天非常感谢我们马上 上我们的节目 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 我是吴景 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 我们下周见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 凤凰卫视生活家居节目 我是主持人苏惠文 Suzanna 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 我会带领大家了解 生活家居的资讯 带领大家便利大家的生活 那么在建筑以及装修的市场上 分别分有分为两种风格 其中一种就是古典主义风格 另外一种就是现代主义风格 如果说复古的古典主义风格 还有迹可循的话 现代主义的装修和设计风格 就要完全考验一个设计师的设计理念 以及它的设计灵感了 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 来自Joy Zhang Design设计师的设计师 Joy Zhang女士来到我们的节目 与我们一起分享她的极简设计理念 您好 欢迎您 您好 苏先生好 您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可以首先为我们观众朋友们 介绍一下您的设计室 以及您的这个极简的设计理念吗 好的 我们Joy Zhang Design是一家 在温哥华政府立案 已经有20年历史的 专业实验设计公司 那我们公司基本上 从事的有两大类 一类就是做高端 客制化的住宅设计 那另一类是做商业空间的设计 就比如企业的办公室 商店 然后还有餐厅 咖啡厅等等的设计 那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目前您的设计室的特点吗 我们的特点就是说 我们基本上我们比较崇尚 就是极简主义 那极简主义基本上就是说 我们希望客户的房子 做完以后可以让客户觉得说 又好看又好用 那好看当然是我们设计师的责任 我们应该提供给客人 那好用的话 就是我们需要跟客人 有详细的共通 去了解他的生活方式 然后以求达到 就是说设计出来 有我们喜欢的 就是建筑师设计师 本身的美学素养 在整个设计里 那当然 在客人的生活机能上 客人使用起来 也觉得这像是他的房子 那我知道您公司也有一些 像是智能化 高科技的这种产品 您可以介绍一下吗 现在就是科技日行月异 所以说大家会趋向 就是说让我们的生活更便利 那这几年 因为就是智能家居 普遍化 所以价钱也趋近 就是说大家可以接受的程度 所以在我们的设计案中 我们会尽量地使用 所以我们进入每个案子里面 都有经验家居的 这一个设施在里面 然后再加上 现代人的环保理念 也非常的强 所以我们也会响应政府 尽量地使用环保材料 在我们的设计中 我知道环保还有智能化的家居 都是很多人现在向往的家居的风格 那我知道加拿大非常著名的建筑师 Other Erickson 曾经亲自地踢写过您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故事吗 是的 当然 这个说起来其实是一段 就是说很特殊的经历 然后就是大概十七八年前 我经由朋友的介绍 然后认识了自己从小读书时的偶像 然后也是加拿大最著名的建筑师 Other Erickson 那因缘这个机缘机会 所以我们也常有时间接触 那跟在一起聚餐 那当时我自己正在古典风格和现代风格 这两大派系里的交叉入口上 我不知道说我应该是走古典风格 还是现代风格 因为在二十几年前 那时候在温哥华 古典主义是大行其道 可是我总觉得做古典主义 对我来讲少了一点 我总觉得好像少了我自己的灵魂在里面 但是那时候的市场朋友们有多少我 如果你要做现代风格主义 应该没人会找你做设计的 所以我也跟Other就是分享了我这个困扰 然后那时候Other告诉我说 他说设计本来就分古典跟现代两大派别 你现在一直走在古典的风格路上 那条路上 你怎么会遇见喜欢现代风格的人呢 也就是因为这样让我一语惊醒梦中 让我茅塞顿胎 然后就毅然决然投向现代风格的怀抱 那那时候他也很支持我 也推荐了介绍了十多的客人给我 然后让我在温哥华可以真正的 从事现代风格的设计 所以他在我生命中 不只是我读书时的偶像而已 他更是我在温哥华 在我的人生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贵人 是的 非常感谢您的分享 也谢谢各位观众朋友们 收看本期的生活家居节目 那本期的节目由北美建筑业总商会提供 嘉宾为加拿大建筑金刚石碑的获奖单位 感谢三生园文化艺术交流中心 为我们提供拍摄场地 我们下期再见